美濤手机T9 發布会 都可说是声光晓晓 有代言人Angela Baby做MC Baby更加即场示范自拍 会场有很多部T9试用 美濤手机T9最特别的是 新增全新美化功能 採用了一個全身骨格點識別技術 可以調較腳長、伸長和頭的大小 看看調到最盡的對比,好誇張 不過凡事都不要去得太盡,效果才會更好 身高165cm都未夠的記者亦都試用過這個全身整形效果 當堂蝦比人都變樹人,不過就誇張了些 看看前置鏡頭新增的質感模式 官方聲稱可以保留皮膚質感 做到像菲林相片一樣,大家又覺得效果如何? 另外亦都有電影人像模式 照片可以拍完之後選擇光斑形狀 亦都可以調較虛化和濾鏡的效果 不得不提的是翼光模式 就算在背光的環境下,仍然可以拍出人像清晰的尾圖 你看對比之下效果都記得出 機背亦都有一個環形閃光燈 前置就有兩盞曝光燈 拍照之外,T9特別採用上下雙喇叭 營造立體聲效果 內置Snapdragon 660處理器和6GB RAM 機能都算中規中矩了 其實T9今次發布在北京異和園舉行 是因為會與異和園合作推出限量版 機身有水波圖案 還有一個剛按聯鳳手機保護殼 嘩,好巧合 還連曝光燈和充電插頭 設計靈感是來自異和園的月秀屏風八鳥潮風 嘩,是不是很有氣勢呢? 四款顏色的美圖T9已經在中國正式發售 香港預定7月尾推出 但就只有紅色和粉紅色 難道覺得香港得女生會勇?